洗头眼所正用真点评 今天咱们是一期14款洗发皂的测评 还附带了三款护发皂 可能有些人没有用过洗发皂 就会觉得这玩意儿洗完了 会不会又干又涩 等你真的用过了以后 你就知道它真的是又干又涩 那你说今天这些产品里面 有没有好用一点的呢 这个洗发皂比洗发水 它好在哪里 值得去用吗 看完今天这期内容 你都将会得到答案 那么准备这期内容 强哥我洗这些皂 前前后后洗了一个多月 给强哥点个赞继续看 咱们先讲这个 来自新西兰的一个品牌 叫ETIC 这个是它的小黄油洗发皂 名为黄油 跟黄油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它准确应该叫柠檬皂 闻起来单单的柠檬味 而且也并不是来自于香精 那么这款皂 它讲一块皂约等于 三瓶350毫升洗发水 平均能用80次左右 那如果咱们两天洗一次头 岂不是能用五个多月 一年弄两块差不多够了 我觉得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实际你用起来 会发现这个皂体 因为它比较软 所以下料下的 其实还是挺快的 另外它的泡沫非常丰富 为什么 因为它用的主表活 是椰油醇硫酸脂钠 那么这个跟咱们常讲的 这个SLS 月桂硫酸硫酸脂钠 本质上是一样的 属于一种清洁力比较强 刺激性偏高 泡沫很丰富的表面红性剂 那么这款冲水 以及吹干以后 都有明显的干涩感 当然它主要针对的 也是油性头发 那么它另外这款 是叫椰子 以洗发灶 这个